Hello,大家好,我是小月 前几天视频里我晒了一下我们家房子的户型 然后这几天就陆续收到好多朋友的私信 都问我,说明年回北京以后我们家这个房子卖不卖 目前呢,我们小区门口正在修地铁五号线 好像明年就能开通了 然后西安东站的高铁站据说也会修在这附近 所以我觉得过几年之后 这个小区的房价应该还能涨一波 所以呢,我虽然是打算卖 但不是现在,也不是这一两年马上卖 我觉得至少等三年以后吧 到时候看看市场价格和行情 我感觉我们房子户型特别好 工摊小,然后客厅,厨房,还有四个卧室都特别宽敞 说实话,我还挺舍不得卖的 但是呢,留着也没用 就只能收租金 目前呢,西安这个城市的租金不算高 我们以后呢,长期的生活规划 还是决定定居北京 在北京呢,我们就只有一套90多瓶的两居室 等果果长大结婚就不够住了 所以我们打算以后卖掉西安这套 回北京置换一个小点的两居室 就七八十瓶那种 我们北京的房子在丰台区南四环 现在那周边的房价大概五六万一瓶 西安这套以后就按成交价两万一瓶算 能买两百四十万 到时候就够北京一套小两居大概六七成的首付了 买完以后,在果果结婚前也用不上 还可以租出去,用租金还一部分房贷 这样呢,置换完,压力也不大 这样,以后几十年在北京的生活 我们也就不用发愁了 有两套两居室也就够住了 大家觉得我们的打算怎么样 那看上我们家户型的朋友们 大家也可以看我们小区的二手房 和我们户型一样的120层的4G现在也有出售的 我这套呢,就最近一两年时间暂时不卖 好了,那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我们明天见,拜拜